随着电子货币的流行 新式街市也因应市场需要 提供电子化服务 例如为每个档口都增载了 电子货币付款机 估计可以自由选择现金 或者电子货币付款 同时又设立了会员制度 每次消费就可以组会员积分 换取指定礼物 或者用会员积分捐赠食物 好像每100会员积分 就可以当捐赠一份两斤的蔬菜 到慈善团体 再转送给有需的人士 做街市会员 用实体卡也可以 用手机也可以 可以了 没错, 只要买东西之后 在这部街市电机拍一拍 当日的消费项目就会在这里显示 所有的购买记录都列印出来 一目了言 真好 继续购买 好, 走吧 老板,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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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为什么你在这里? 我先问你, 这里是沙田区 你不是住在这里, 为什么进来? 我特意来打卡, 什么? 你早点说, 我也是来打卡的 什么? 街市装饰完之后, 很漂亮、很新鮮 工具外场也有粉饰过 这些位置真是内外兼备, 适合打卡 懂得懂 我知道除了门口这两幅画之外 其实街市里面还有很多幅画 不如我们比较快, 看看哪个人最多 好吗? 好 你看那一套 你这么矛盈 这个街市一共有13幅大大小小的长画 分布在街市不同的位置 题材主要围绕着香港特色的美食 就好像有菠萝包、臭豆腐、烧尾、冬菠肉 又有沙田博物馆、车工廟 这些沙田区的地标 还有一些怀旧的物品 每一幅画作, 描繪的事物都不一样 而且色彩纷纷 適合喜欢拍照的朋友 搞定, 姿势都出来了 我也刚刚搞定 不知能准备多少个赞 其实我知道还有几个街市 都有这些特色壁画 那还说, 快点拍吧 好 原来很多街市都有特色场 每个街市的画作各有主题 而且全部都是出自本地艺术家的手笔 这些美化项目 令街市充满朝气和艺术色彩 大家买菜之余 不妨欣赏身边的事物 或者像我们那样, 拍几张漂亮的照片吧 阿譚 什么事 逛一逛, 我有点饱饱了 我真的有点饱饱了 没问题, 我有钱 那我吃豪华餐呢 那就容易了 对了 不用太远了 这个街市里有一条吃鸡 很多东西要选择 怎么可以选择 看看有什么选择 我先选择 现在的新式街市 大部分会划分一条吃鸡 集合不同的美食 中、细、日、韩、包罗万有 方便街坊买完送来开餐 又或者吃饱饱再去买菜也可以 老板, 我看到你的鸡腿很好 要一只 有原味, 大中小辣, 要什么味道 我不能吃辣的, 原味呢 你的鸡腿这么漂亮 是否一天卖很多一只 是, 大概150只, 对, 一至五 假日呢, 不然很厉害 假期要到二百多只 二百多只, 32元一只 你只卖鸡腿也很好赚 茶皮腸粉? 试试也好 早晨, 有什么推介 我们很多人吃香西牛肉腸 和菜脱蛋腸 菜脱蛋腸, 挺特别的 煮饭吧, 谢谢 好, 好, 谢谢 很多东西要选, 老板 我想问你, 我又有点口干 又想烧暑 究竟吃什么甜品好呢? 这里有这么多东西要选 这里买得最好的就是黄白胚 黄白胚? 是 是什么?黄白胚 是芒果、西米、壮豆腐花 你这样说完之后想试一下 就你一个,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有好东西吃了 开餐 我不是了 不用客气 有惊喜, 菜脂肪够爽 蛋够香, 皮够滑 我这个叫黄白胚 它是芒果、西米、豆腐花 芒果甜度不得知了 而且豆腐花很滑 我这个炸鸡, 看着它炸的 有一个生鸡皮, 沾上炸的炸漿 一炸, 这么入味 皮脆肉嫩 我看着它也觉得很嫩 我想跟你交换, 淡 我一会请你吃一点 好了 真是厉害, 这里很小吃 无论卖相和味道, 相当得 这里还有很多东西吃 有热狗, 有车仔麵 涼茶, 台式饮品, 应有尽有 很多选择, 最棒的是什么呢 这里有个位置可以让大家坐在 有些朋友坐在这儿聊天 吃东西也挺方便 对, 你说得对 我刚刚上网查过了 为什么 这些食家, 即使街市收拖 也会继续营业 有些还开了好东西 就是这条食家为你 今天开到晚上11点 那是晚上收工的时候 可以过来买宵夜 现在街市也照顾生活的节奏 有啊, 在头啊